就是我們剛才講的林花戶怪段 大概是五十一巷到我們大道路之間 影響最大的 其他兩個路段大概都是潛水隧道 影響比較小 這是第一個 我要跟各位大概影響這段是比較大的 那第二個大概剛才有稍微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所謂的施工過程中是不是有這個林防的損害 所以剛才特別講 到時候我們會請公信律的這個 祭司工會到各位家裡去做調查 拜託一下 那這個一定會正式的工資給各位 那拜託一下到時候一定務必讓我們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請的工會的同學進去 這個目的非常重要 今天在你家哪個地方有一個內訓或者是什麼樣 我根本都沒有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個紀錄 施工過程中發現有問題啦 那這個就是未來我們在執行我們這個 這個救濟補償的時候的非常重要的依據 那這裡面剛才有稍微提到另外一個重點 大概就是它有裝設請協儀跟陳謝禮 意思是說施工過程中難免我們的房子如果有請協啦 這個請協也會影響到我們房子的安全 所以它會裝設請協儀跟陳謝禮 陳謝禮意思是說如果未來可能黃子我會有陳謝 有些陳謝兩公分或者是一公分或者是十公分 那當然我們會有一個規定 如果今天施工過程中產生這些問題啦 那在已經發生之後已經正中啊 我們一定會請廠商馬上採取行動 所以剛才我在補充說等一下各位在有相關課題我可以答悟 那在答悟以前剛才跟這兩個啊 我再跟各位做一個重點的一個補充好不好 那是不是我們就開始啊 這個我們請我們的這個陽青啊 如果有什麼問題能夠提出來好不好 謝謝各位謝謝 那下一位請陳麗霞小姐還不是準備 處長還有各位相信大家 這邊有兩個問題要請教了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中華工程是工程的精兵 大工是潛頓的專家 那為什麼這1.42公里需要施工六年 我是覺得太久了 六年都已經小學畢業了 這是第一點 另外我已經六十幾歲了 再如果再拖一下都已經做不到幾年了 這是第一點 那是不是可以就是說 既然你們是分段施工 是不是明挖跟這個潛頓的部分可以同時進行 然後另外第二點就是說這個交通維持計畫 原先你們在八十九項那邊有一個公告 是有個八米道要開到那個大道路的這個便道 剛剛這個房主任一直都沒有提到這個交通維持計畫 這一部分是不是也一定大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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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陳必俠 下一個是萬立盒 萬里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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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運工程把錢困在公安上 生活安穩 品質上比美化決運暫停更重要 新立縣東連段 從規劃環環到現在超過 20 年的決運 成了史上地質最多問題的決運工程 如遇到後斷層 瞬間坦塌的公安問題 不適宜去活動斷層遺族就 OK 比幾次地質鑽探劃告 R03站切實在斷層破碎帶上 是列為風險工程 要納入台北斷層擬漿範圍內設計考量 13.5公尺的連續幣範圍面積好像不夠大 R03站沿盤只有十幾公尺而已 捷運要挖33公尺 身自稱結構安全嗎 以照廣池地下鑽探33公尺 剛好是灌成破碎帶 用激發要施打深入金庫的研盤裡 拼拼我們的研盤非常的破碎 非常的軟弱 請問如何加強處理 搭乘新域線比板南線的噪音震動還要大 用列車規劃有穿越銀環的下方 請捷運局安裝 如洞試到船軌道 可降噪音 減震動 一定要把錢放在刀口上 在進行施工工程的時候 請捷運局嚴格監督 14科特嚴謹把關 是安全重要的益處 被工程噪音的高頻 空屋請環境 檢測公司每小時都要忠實的記錄 按時把監測報告 送到廣保局審查 上網公開病床給各理掌 請廠商採用低噪音 減震動的施工 器具施工 不要讓大家感覺好像天天都在地震 上次R03開瓦 因為地震軟弱 政府放大 土壤破壞 促使新一路六段 四四八戶人家傾斜 拜託 這次開瓦不要再發生零損事件好嗎 我們R03附近的七名 創愛蛋 怕怕 安全就是賺錢 廠商要警惕 公安要加強 不是叫幾個學者 專家背書就OK 所以 捷運局有責任保護周邊居民 不慌恐 您慌不傾穴 不呈現 您事故 公安第一 要確保 僅您生命住家的安全措施 要切實做到 這是我們強烈要求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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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你 各位觀眾 我是新一區安康里的萬一長 因為我們那邊以前是R03 R04 然後被淹割掉了 沒有辦法 那 現在好像聽說 也有R03這邊 也有公共宅宅 也有連開公共宅宅 也有連開公共宅宅 那我不知道這邊連開公共宅宅的處理方式 是已經都談過了嗎 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 據我那邊的經驗來講 因為連開公共宅宅 就是民眾要先把土地房子交出來 然後沒有保障的情況之下 才 捷運局需要 才去 可以去找建商 那建商來了 才能夠跟民眾談房子土地的持分 那民眾在初期繳交權狀的過程當中 是沒有任何的保障的 那我不知道這一塊 問題是談得怎麼樣 那第二點就是說 因為我也是住在那邊附近 當然也是希望說R04站 如果說怎麼夠R03站 可以有一個保障的話 是不是R04站 或許就可以勾住復原了 同樣的狀況 其實不一樣的狀況而已 那再來就是說 就針對這樣的狀況 現在的狀況來講 就是說我們 潛頓有經過我們以上的這個附近 那我們那邊有一排 一排四層的保障公園 那邊的狀況就是已經有傾斜 那也有威劣 那也有非常嚴重的漏損的現象 那也非常幾幾頭耶 那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請問過去造成無損的機率 我們看應該是相當相當的大 那就我們所說的要派專業的人士來看 那他看的範圍到底在什麼地方 是幾條巷子的間隔 那因為從圍鬼開始做嘛 那剛剛也沒有講到說 圍鬼到底是門牌號碼是幾號開始 那他的範圍 會測的範圍到底多廣 那如果說今天又隔了一條巷子 正好那邊又產生流水 那還怎麼發 以上 那剛才 由先生第一 第一個提出來 中華工程 就是一點施工比較實作用 也只能挖跟潛頓 能不能同時施工 因為剛才我們講到裡面就說 我潛頓要施工之前呢 我一定要有一個工作機 讓潛頓機下去組裝 那那個組裝 我們現在就是利用車站挖下去的地方 我就不再做一個工作機 那也就是說 我要等車站挖下去 我才有辦法集中潛頓機 然後把他從潛頓那邊去掛掘這個隧道 所以沒有辦法同時施作 那也為什麼說我們公勤排這裡 是六年 那這裡跟劉先生說明一下 那大道路 你看一條大道路有要施作 公告說要施作 你要變得到 不是變得到 那是計畫道路開花 計畫道路開花 計畫道路開花 只靠近沙明的後面那個地方 計畫道路是靠近沙明的後面那個地方 那條因為我們是分併在那個 聯合開花開花裡面 有聯合開花 假如我們檢舉要施作 聯合開花成立以後 我們那條計畫道路才會施作 但是這條計畫道路是在市府裡面 他也有編列的預算 他辦理徵收的部分 然後或許 假如 聯合開的部分沒有彈成 可能市府也會去做那條計畫 到路 那在這邊跟您做個說明 然後第二位女士有提到 活動斷層的這個東西 那等一下我們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 那個市府設計公務公司 對於這個鑽層的部分 來做一個說明 有關就是R03的岩盤 我們要挖30公尺 是不是挖到岩盤安全 還有你有提到那個 不動施道床 不動施道床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是會設置不動施道床 我們是有不動施道床的 這個這一級不動施道床 就先解決答問題 那 那 嚴格監督的部分 每小時 那這部分 我們 會依照環境計畫裡面 來去做辦理 那 我們也是每一機會 把這個報告送給環保局 那邊 環保局也有 我們會網上承報 那這次我們一定要 那這個也謝謝您的提醒 那 有關 廠商這邊使用低噪音檢證的 一個 一個 工機器 那這我們請廠商來做說明一下 那 48項 警協 嗯 已經造成 有造成警協 那 造成各位的恐慌跟不安 那這個我們先說抱歉 我想 我們這個工程 現在是開始做 我們 會要求廠商 特別注意一下 那 這些呢 既然前面有這個案例 我們會 以這個例子為做警戒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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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 來做說明 好 沒關係 進行公司做R03車站的 中間施工的一個部分 那 那個R04的 聯合開發部分 會跟地主 也就是我們局裡面 會在跟地主那邊做一個協調 他們會依照這個程序 包括到年底 可能是不是有一些 建架出來要分配東西 我們局裡面會去 會另外 你現在還沒談到 還 還 就我 我部門這邊不曉得 可能里長那邊 也 等於說以民電 跟住戶那邊 都會 都會跟我 我們局裡會跟他們做 確定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在我的訊息 進行我的 還沒訊息 我的訊息 可以跟你們做說明 那 那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 我這邊是牙線 我這邊是牙線 我們部門 我們是那個系列設計的那個 那 有真的剛剛有談到 所謂的 我們 我們確實沒錯 我們現在這個路線的 在廣執國外院園區那邊 是一個 是一個斷策 是沒錯 但是它 在那個中央地道所 在最新的發表裡面 它其實現在其實是 非活動斷策 意思就是 它未來 基本上已經不會活動 所以就是不會像 那時候 我們講的921 那幾級大地震 那個斷策 會有所謂的 錯動的疑慮 所以在這一點上 我想 大家不用擔心 它會有錯動的情形 好 至於第二點 剛剛有特別談到 我剛剛講的破碎袋這個部分 我想 我這邊 雖然它是破碎袋 是沒錯 它的破碎的程度 變成說 跟所謂的 研潭相比 它是比較沒有像 炎盤那麼堅固 但是我 我想 這是另外 另一個案例 我相信可能它 並不完全 指示說 跟這個剛講 破碎袋是有直接關係 我想 我先 先 可以跟你 稍等一下好不好 稍等一下好不好 我先講一下破碎袋的問題 好的話 因為我相信你很擔心 你說 破碎袋 因為它 破碎袋因為它比較破碎 因為聽到破碎這兩字 大家就很害怕 但是 我講破碎袋基本上 是跟 研盤 所謂的研塵相比的時候 它確實比研塵還弱 但是我們另外想一個問題 它跟土壤相比的話 它跟我們一般的土相比的話 它會比土還弱嗎 那我們知道我們在其他的捷運工程 在台北市內的捷運工程 我們的整個研盤大概都在地底下 我印象說 六十五十年 六十五十年 到六十年 才可能有碰到堅硬的軟硬實體 在這個之上 全部都是所謂的土壤 土壤層 就是軟弱的土壤層 所以 但是我們捷運 其實基本上 我們都蓋起來了 我們的地下車站 也都蓋起來了 就是站在這個 所謂的土壤層上面 也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相信 雖然說 我們的捷運車站 是站在 所謂的破碎袋上面 我相信 我相信跟土壤相比 它應該是不會有太大問題 這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確實也有 真的已經有 有考慮過了 當然我們 那時候也擔心大家的疑慮 所以那時候 我們也有 特別有在邊說 如果到時候 挖到了那層破碎袋 我們 還會特別來檢視那個破碎袋 看看那個破碎袋 是不是真的 軟弱到 像大家很擔心的 那種軟弱的程度 是不適合 把結構物放在上面 如果真的 結構物不適合 放在上面 我們到時候 在施工的時候 我們會來看 一起來會看 如果有必要補強 我們還會再另外 做一些補強的方法 像說 把這個破碎袋 再做一個改良 我再補充一下 破碎袋 現在我們明挖的部分 要連續一些做下去 以後 我們從上面就開挖 剛才我們顧問提的意思是 我開挖下去 我開挖到破碎袋 我們還可以去看到 破碎袋 那 看了之後破碎袋 以後 我減頓它挖的時候 更沒有問題 這是我看來的 中法大封共同層 針對三個問題 第一個 就是陳必俠領事所講的 就是 應該採取 這個第一噪音的施工繼續 來避免造成這個噪音震動 另外第二個問題 有關萬里長提的 就是說 在淺頓的施工區 有部分的民載已經有傾斜的呈現 那 關於淺頓施工造成民房損害的可能性 第三個問題是 現況鑑定的範圍 現況鑑定的範圍 我們一一來做一個回答 首先 針對那個 第一噪音施工技術 跟各位鄉親報告 那我們這一個合約 捷運局本身就有強烈的規定 我們禁止使用震動式的機具 那各位住在這邊的鄉親 也知道 這裡的地址非常的特殊 它的上面 大概平均15米 它是一個非常軟弱的黏土層 很軟弱 尤其按照我們鄉親站施工的時候 這個上面的黏土層 是相當軟弱 只要開挖一不小心 一切會造成這個施工上的危險 但是呢 它的下面15米 平均15米下面 它是非常非常堅硬的岩盤 甚至我們歷史狀態裡面 有一個點它出現 它的N值 就是它的 單點的這個產重 達到300公斤 是相當硬的岩盤 所以說我們在施工 我們要應付 當然上面比較軟弱的地層 我們可以很容易的去開挖 但是我們又為了要應付下面 非常堅硬的岩盤 我們還是規定不能用震動式的機具 所以說我們是用旋轉式岩模的方式 就是這個機具呢 在地下15米的時候 我們是用岩模的方式 先把岩石先做銀孔 先做銀孔 然後銀孔好了以後 我們再用現在高能量的Masako 然後下去把這個岩盤把它抓破 所以說我們的施工已經盡量使用到 低震動是 完全沒有震動是平衡的 一定是無震動 但是是低噪音 一定是低噪音的機具 那當然施工過程裡面 可能有一些鄉親也有接觸過工程 像基本上我們機具在行走 那個鋁帶 鋁帶Makua 怪手在行走 那個基本上的噪音 那當然沒有辦法避免 但是施工上 我們彬彬彬彬彬 的這些用打擊式的 或者是高震動的機具 我們是絕對不會死掉 那施工過程中 像中間柱 以前有用衝擊式的 那現在我們也都是用 研磨式的機具 都是用研磨式的機具來使用 所以說 在整個連續幣 剛剛也講過 三個交尾的階段 為什麼時間會那麼長 以前連續幣 在一般的土壤 我一天可以做一個單元 在這邊 要四天才做一個單元 因為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我們必須在 這個抓捷的兩側 先把這個研磨 這個岩石 先把它引孔 那中間剩下 獨立的一個 岩盤 我們再用夾的 把它夾起來 那因為在用這個 研磨的方式 必須花費很多的時間 在這邊 跟各位做個報告 另外在淺盾 經過的地方 是會對房屋造成歸裂困險 大風 淺盾的部分 由大風來做報告 來 各位相信大家好 我是日上大風的 我們社交團隊的主任 那來這邊跟 各位相信 報告一下 剛才我們 萬里長提出的問題 那第一個還是我們先感謝萬里長再次提醒我們 那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是說 針對萬里長提醒的這個 已經 可能現在已經有傾斜部分的建物了 那 我們會去做 針對這個建物 我們會去做重點的引誤 那看這個建物它刺繞能夠在承受 就是我們可能經過所造成的影響 那 基本上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已經有編列建物保護的一個實作的方式 從這道裡面 我們會做兒子灌漿 然後會做備遣灌漿這個部分 那如果 經過我們計時評估之後 這樣子可能還是會有疑慮的話 那我們會去考慮在 譬如說 重點的建物旁邊 我們再增加建物保護的 譬如說 可以從路面上做一些微型裝 減少它 我們 可能經過的時候 對那個建物的影響 這樣子 就是這個部分 我們會把萬里長開一點提醒 就這樣子 剛才兩位主任 他們的說明如果簡單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 捷運施工所採用的 低噪音低震動的施工具具 一定會符合目前的科技水準 還有那個台北捷運施工的管理 那有關第三個問題就是 現況鑑定的範圍 依據這個台北市政府 這個現況鑑定的實施辦法 就是說 我們必須在 兩倍的開挖深度範圍內 我們這個案 我們這個 這個工程 開挖深度大概是30米 也就是說從開挖面 往兩邊 各60米的範圍的建築內 我們要去做現況鑑定 開挖深度 那個淺度不會到開挖深度最下面 它會在上面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從開挖面 兩倍的開挖深度 有的一些瑕疵 那如果之後造成那個損零事件的時候呢 就應該是要扣掉在我施工前已經發生的 後面的話就是要由施工廠商來負責 這樣的話施工責任就比較清楚 好 以上做的情況 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這個冬年段 那時候 信義縣在做規劃階段的時候 其實是 從我們的年五站 到我們的這個房子 那就是應該那時候 剛才這位教理所講的 應該大家擔心 是不是有斷層的問題 所以切掉了 就只有做到向山站 過往以後 所以這個是94年開工到現在 那為什麼還有後面這一段 就是 其實就應該講說 我們的鄉親 還是說希望 能夠有一個 這個繼續延伸下來 那延伸下來 就會剛才爆發 原來有零事站 還有一個零三站 那零事站的過程中 就是因為我們要用地 因為你一定要出國 出國用地拿不到啦 最後在這個都市 就要變更過程中 沒有辦法拿到 所以零事站就消掉了 所以零事站 有沒有可能再活過來 其實我的機會 我現在講 以現在這個情況 已經沒有機會啦 不好意思我怎樣說 那零三站呢 就是我剛才 有那個過往的歷史 那剛才 我們的郭文公姐 稍微提到啦 過程中就是說 這個到底 這個所謂的斷層 到底是活斷層 死斷層還是什麼樣 那最後說 低調所是一個 大家講說一個 屬於是這個死的斷層 所以未來影響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們的這個 市民代表 或者市民代表 那是不是可以再往前 那剛才有這個 最近我們常常會看到 一個課題說 台北市所謂的疫化區 對不對 那最近講 我發現是不是在疫化區 那對我的結構 是不是有影響 那大家也擔心 那這個捷運呢 有沒有問題啊 如果其實很多捷運的 這個站 也是在疫化區 那當然 我剛才講 其實捷運工程 透過這個 所謂的土壤改良完了以後 其實都是安全的 其實都是安全的 那這個破碎在這一個 其實談到破的蛋 今天大家在這邊談 我會了解 這個廣辭博案 到底要蓋多高 大家也擔心 啊 你如果蓋那麼高 蓋地盤要怎麼處理啊 其實大家很擔心 那為了這個事情 其實是真的 我的了解 好像去鑽探了100公尺 為了這個事情 去鑽探了100公尺 到底下面的地形是怎麼樣 所以剛才大家沒有錯 大家一直講 這個是不是斷層 這個斷層 這個斷層以後 對我們接應什麼影響 那我剛才比例啊 就是類似我的譯化一樣 透過我們的工程上呢 去把它改變 這個現場 我車站區的這個 這個土壤的性質 然後讓我的這個 捷運的這個車站 能夠更安全 我在想 這個幾個課題啊 我在想 我現在做一個補充 那因為我們還有 好多個這個 鄉親已經有登記了 接下來是會請那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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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寨座